一巴掌能拍到一棵树的熊 为什么在俄罗斯却一个比一个乖 是俄罗斯的本地熊天生就乖巧吗 我们先看一些不愿求的网红主播 他们养的熊全身黑色 胸前有微字条纹 这个不是俄国本地熊的画风 他们叫马来熊 地形小 性格温顺 给点吃的就卖萌 而真正的俄罗斯本地的熊是什么样的呢 俄罗斯松熊最大的能长的二米八 是马来熊的两倍还多 母熊重大五百斤 弓得上千斤也不叫事 是马来熊的八九倍 俄罗斯松熊的爱好可不是跳舞 他们可以一口气杀死一头牛 赶走一匹马 胜过奥林匹克运动员 并把一只死去的迷路拖上山 壮实的前臂 15厘米长的指甲 一巴掌能拍断一棵树 要是拍在人身上 效果可想而知 所以俄罗斯本地熊绝对不识善查 你想拿它当宠物 它想拿你当食物 为了真本事 养棕熊那是门也没有 俄罗斯人是怎么抓到棕熊 做到家家养熊的呢 据熊主人说 被他们收养的熊 要么是在森林里被遗弃的小熊 要么就是马戏团的退休老熊 就像我们自称龙的传人一样 俄罗斯人把自己看作熊的传人 所以遇到收养机会绝不放过 熊的外表憨厚 但当需要战斗的时候 又是勇敢 凶猛 战无不胜的 俄罗斯人相信 因为留着跟熊一样的血 所以他们是名副及时的 战斗民族 不过要是以为所有熊 都像网传视频里一样的呆猛温顺 养熊都能做到四月镜好 那就大错特错了 2021年 俄罗斯的伊尔加基国家公园里 就发生过两起棕熊袭击游人的事件 其中7月的一起 直接导致一名游客死亡 2018年 俄罗斯的车离亚宾斯克州 一只被猎人收养了四年的熊 咬死了家里的主人和狗 只剩下一些骨头 看了这些 你还想养熊吗 即使是战斗民族 也做不到美护一熊 如果你想当熊的蝉屎官 这边建议 还是别想吧 原因有三 首先 熊毕竟是猛兽 万一发起火来 连俄罗斯老哥都扛不住 你觉得凭你的功夫 真的能全身而退吗 就算不来真的 平时跟你打打闹闹 小拳拳轻垂你的胸口 你也输不了啊 第二 熊需要大量的户外活动 狗子们在家里 大不了摇摇沙发拆拆床 熊们在家里 搞不好真的能拆的房屋党塌 你家里要是没有几个山头 还真不够它跑的 如果你家在城市里 溜它还要拴绳 它小跑几步 都能把你当风筝放 第三 熊这一日三餐咋就供不起 它吃东西倒是不挑 肉 坚果 水果 土豆 萝卜 什么都行 但一只中等体重的熊 每天就能吃掉50斤的食物 你一个月的食物 只能养活它一天 拍拍自己的钱包还想养熊吗 对了 即使你有钱有地 体格要好 你仍然不能养熊 连俄罗斯从2020年起 都禁止私人养熊了 而咱们国家 熊市二级保护动物 你今天把熊抓 明天警察叔叔 就要请你喝茶了 感谢收看海克斯情报社 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